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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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這三位老師都來自於專業的領域 而且三位老師都是生命科學的專家 那這三位老師會對我們帶來什麼樣精采的座談呢 掌聲再一次好嗎 謝謝三位老師 那我就把主持棒交給我們郭老師囉 郭老師請 謝謝主持人 真的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剛剛在台下聽的林老師的演講真的很精采 從這個不曾此的秘密貫穿了三世的因果法則 而且這因果法則對我們來講也很實用 因為我們的生活都在因果之中 同時也呼應了玄奘大師 他在區旅程這個無遮大會所提的真為適量的智慧 相信大家一定是都跟我一樣會很多的收穫 當然也不免會有心中會有一些問題想要提出來 跟老師們一起來討論 現在因為可能還沒拿到題目 我這邊就有一個題目想要請教一下老師 提到了所謂的三世的因果 我們其實有時候會碰到有些人 我們大部分一般的人 他是看不到前世 然後你現在跟他講說 相信因果這件事情 他可能心中會覺得不是很容易相信 尤其會說 哎呀 憑什麼 就算是聽到有人說 有前世因果這件事情 有三世因果這件事情 也會心中說 憑什麼我要承擔前世的因果 甚至有些人他根本不相信 有三世因果這件事情 那麼是否先就這個題目 先請教一下兩位老師 林老師跟侯老師 關於這個三世的因果 其實它還是有很多的現象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 所以我們剛剛舉了很多的例子 前世的記憶 天護本能等等的 所以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還是不相信呢 其實不相信的人分成兩類 第一類的人就是笨 他根本就不知道說有這個因果 你明明擺在他的前面的話 他還是不知道 這是第一類的人 那第二類的人呢 他是因為貪 為什麼呢 比如說他知道有因果 但是他看看說 明明這個東西我現前就可以拿來享受的啊 那我為什麼還要去享受這樣子的以後 未來是或是未來是多久多久以後才會承受那個果報 我現前的煮熟的鴨子我就先吃啦 所以他們會抱著這樣子的 因為受到自己的五欲 五欲的這種貪愛 所以他明明知道有那個因果的關係 但是呢 他取捨了呢 他還是現成的先享受再說 那有另外一種人呢 他是因為愛生氣 就是那種阿修羅道的 他很愛生氣 所以呢 那個境界一來的話呢 他就控制不住了 就抓狂了 抓狂了以後 他就開始這些身形口形 全部通通出來 這樣子做激烈的反應 他這種人他其實知道有因果的 但是呢 控制不住了 因為情緒控制不住了以後呢 他一下子抓狂 抓狂了以後呢 他就不管那個因果 然後就這樣子爆發出來 那有另外一種人呢 他是因為執著 他傲慢 他覺得說 你這個人講什麼因果 我知道的比你懂的比你還多啊 那我知道的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的那因果我才不要相信的 所以他是因為堅持己見 認為說自己 自己知道的 自己的認知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呢 他不相信 大概就是這幾類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是因為欲望 或是控制不住等等 那其實很少人是因為愚笨 如果身為人的話 其實都夠聰明的 稍微點一下的話 他就會知道的 那至於說 我為什麼要去承擔那個前世的那個因果 因緣的所造的業的果報 這個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緣果報的這個實現 或是說他的執行者呢 他是第八世如來章 第八世如來章 他在他裡面 含長了種種過去所造的業的因的種子 他含長了這些種子 那他要什麼時候顯現呢 一定是住原條件通通具足了以後 他就會顯現出來 所以真正在執行因果的呢 是第八世如來章 那有趣的就是說 不想要承受這個因果的是誰 是第七世的異根跟第六世的異事 他不想 因為他知道這個不好 不好的果報的話 承受起來還不好受 所以他不想要 但是很現實的就是說 第七世的異根或是第六世的異事呢 他是由第八世如來章所出生的 就像小孩子一樣 媽媽叫你去做什麼事情 你還敢說不要啊 不要的話就打下去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第八世如來章 他出生了第七世的異根跟第六世的異事 然後第八世如來章 他又忠實地執行了因果法則 所以呢 第六世的異事 他不想要 也沒辦法 因為呢 法界這樣子 流轉下去的話 他就必須要承認 承受 即使他不願意 也沒辦法 因為老大是第八世如來章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那個英國的問題已經談得很詳細 其實這個答案大概都已經 大家聽過這場演講大概就已經了解 現在我們從另一方面來說 我以前跟一個老外學習英文 我英文不太好 那他有一次就跟我喝咖啡就講 你們那個佛教徒 說有因果耶 說人以後會變成羊耶 那很恐怖耶 我們不信耶 我們以後都不會啊 我們去世之後就到天堂去啊 去享受啊 那我們這個教比較好 那我後來就告訴他 因為我們不設很好 就跟他說 我說真理就是真理 他一聽馬上就懂 如果這個宇宙的一個事實運作 是這樣 你信或不信 他還是這樣運作 不能因為說你信哪一個教 就脫離 這個是宇宙本來就一個自然的一個平衡法則 好 這是第一件 那第二件跟大家報告就是 如果從科學 現在最近的科學啊 有很流行的就是物質不滅定力啊 就是那個那個 那個手衡嘛 這個質量的手衡 他就是說這個物質不會無中生有 也不會突然變成沒有的 就是主要他的物質在真空的狀況下呢 你不管怎麼樣排列組合啊 化水作用或是物理作用 它的質量是不變的 物質世界就這樣了 這是說從物質世界來講 然後再講說我們現在法律喔 法律啊 你法律的話 我們的權利義務喔 就是我們人嘛 我們人這個肉體的子體啊 不管你是改名改性 然後是身體內去美容 換這個容貌 你這個權利義務會不會改變 不會 其實權利義務還是就是因果嘛 對不對 你欠他在你逃不掉 你享受的權利還是存在 從我們這一輩子來說 這樣 那人呢 既然有昨天 有今天 有未來 有明天嘛 那同樣不可能只有這一世嘛 這理論上說不通的 這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們如果從精神面來說啊 從精神面來說啊 人總是要公平的運作啊 沒有人願意吃虧嘛 那我們這一輩子所有的行為 都知道 第八世都紀錄啦 我們有自己的第八世紀錄一切 善 惡 無際 侵犯他人叫做惡嘛 利益他人就是善嘛 善就是我們的主善警告嘛 阿惡呢就是負債嘛 你這不是占了便宜 你總是要還嘛 這個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運作來講 因為有這個如來賬 已經剛剛已經 這個演講已經證實 就貫通三世了 這宇宙最大秘密就是如來賬 他就是一切的載體嘛 他能夠執藏所有的業種 那這樣的話他既然 這如來賬死不去呢 總有一天等到他嘛 對不對 你這輩子紀錄 那下輩子的那個人紀錄 這輩子無裂摘雕啊 拿你沒辦法啊 對不對 你權勢很大他你沒辦法 你總是有一輩子 會落魄的時候 大家公平的 你要還給我 因為那個載體還在 那就是說 我們的肉體變來變去呢 那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紀錄的如來賬 還是同一個啊 那你不能說 過去那個肉體不是我 他照著一夜 為什麼這輩子的 我這個肉體不一樣 為什麼 但是你那個 權力的那個主體還是在啊 就是在如來賬 就像我們的改名換姓啊 去美容啊 易容啊怎麼樣 你那個 你那個 法律上的這個 主體還是在 然後另外 如果再從另外一方面 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是 商業會計 一個公司還沒有成立 本來就是歸零嘛 你呢 這個公司要成立 一定要投下資產啊 那我們就有現金啊 所以借方 就有一個現金資產啊 那待望呢就有一個業主權利嘛 他是一個平衡的嘛 然後呢公司要發展 沒錢就跟銀行借錢 是不是就有一個 我們的資產就增加了啦 銀行存感增加了啦 那待望呢 就有一個什麼 負債 那這些因果本來就是平衡的啦 所以如果說這個公司呢 都是永續經營 那就像如來賬一樣 永續經營喔 那我們每年都要結賬一次啊 今年賺錢還是虧本啊 是不是要種一個結賬 如果每一年的損益表呢 就是我們這輩子呢 這輩子的算總賬 但是呢 你明年還是 依公司來講 明年還是要這樣營業嘛 等於是下輩子嘛 那去年賺的呢 今年能不能花 今年賺的下輩子能不能花 該還的還是要還啊 該賺的還是要 所以這個是沒完沒了啊 因為如來這樣沒完沒了啊 那我們公司呢 除了倒閉嘛 倒閉就要清算嘛 就要結算 問題呢 如來這樣倒不了啊 如果倒得了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佛法 通通細論了 所以因為有這麼一個永恆的東西 所以以前看那個 追求永恆啊 我隨活知道 如果是來隨活 就沒這回事啊 對不對 活得很快樂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成實 然後也死不了 對不對 所以只好好好的活著 那怎麼活 多做好事 資產增加 壞事少做一點 那我們福報就越來越大 以上報告 謝謝兩位老師 很精彩的譬喻 我相信大家從林老師這邊 再次了解到了英國法則的重要 也了解到說 就算是有人因為心中有貪 有撐有吃有慢等等 所以不想相信 還是說性存僥倖也好 都沒有辦法去逃避這個英國的法則 那從侯老師對於盧來章這個有趣的譬喻 我們也知道 包括從物質不滅 乃至於到這一個英國不滅 每個人實在是公平公平 造業受報都是很公平 而且在中間當作樞紐跟核心呢 就是我們今天不曾死的秘密第八世如來章 如果有慧眼可以去證實到這個第八世如來章的話 自然可以對這個英國法則 這個英國不滅更加的深信 可惜如來章第八世好不好證 很難證啊 所以一般人根本沒有辦法去理解 更看不到前世 所以有些人當他遇到的不如意的時候 那這時候如果旁邊還有人跟他講說 你這前世的業障 他心中會怎麼樣 更加的不滿對不對 就說你憑什麼 我憑什麼一定要相信這件事情 好喔 如果遇到這樣的人 或許我們可以讓他轉變個角度 換一個角度來想 可能對他會有幫助 譬如說 假設今天我們 今天躺上來摸彩 摸彩這個人我們就很好運摸到頭獎 然後這時候請問你 假設你摸到頭獎 你會自己說 我憑什麼 我是憑什麼得頭獎嗎 不會嘛 好喔 那時候我沒那麼好運啊 那就算我們不要說這件事情 我們來說 今天我們有人的這個身體 可以吃喝拉撒睡 憑什麼呢 憑什麼我們不是路邊的那一隻狗呢 對不對 還有啦 就算是那個人心中分分不平的說 憑什麼的時候 他又是憑什麼 有這樣的心思 有這樣的語言 有這樣的表達能力呢 所以說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是不是都一體的承擔 是不是都是前有因緣 後有果報 好 所以 合起來就是說呢 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 所以最有智慧的選擇 是不是要深信因果 是 是不是從現在開始 如果未來要得好報 一定是從現在開始怎麼樣 對 就開始種下好的善業 好的種子 好 那關於這個題目 我們就先暫停到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陸續有收到很多 這個來賓的問題 那麼很多問題 都其實都圍繞在 中英啊 下輩子這樣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些問題其實是 可以好好的做一個主題 但是有一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也蠻有興趣的 唸出來 我也是很想知道 老師為什麼體能這麼好 連續站了兩個小時 還沒有疲憊的狀態 那就老師簡單回答 好 簡單的回答一下 這個其實還是因果 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 每天至少要跑 將近一個小時的超慢跑 所以每天都在運動 運動完了以後呢 睡覺比較舒服 睡得很沉 然後身體又排泄什麼 對身體的健康很好 所以我勸大家 還是要時間允許的話呢 自己要常常運動 這個完全是因果關係 你中了這個因 你就會有那個結果 好 因果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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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